Hello 大家好 又回到Minecraft 1.19 極限生存 那我們繼續開始 上次說到應該是我落了去掘礦 掘了很多礦回來 基本上現在身上也有很多礦 鐵糕快來了 說說說我們換了它 我們現在有的資源 立刻換了鐵糕 今集我想立刻起行去到其他地方 大家看到我的飽食物只剩四格 其實都相當危險 但是我偶爾發現附近是有村莊的 但是我也要憑著 看看我的記憶可不可以找到 我記得好像這個雪山有 沒關係 我們慢慢沿著這條邊走 應該會看到有個雪地的村莊 雪地的村莊有機會我們會回來 搶奪村民 不過我先去到那邊 只要去到村莊 基本上就不太怕會沒有東西吃的情況 因為通常會有這個小物 那個田 那個是不是 對了對了對了 看到了 在這個方向看到有些木的地方 就是村莊 各位 我們可以立刻跳過去了 不需要怕沒有東西吃了 不需要自己再種了 這個算是大型的村莊 它不是小型 它有那個敲鐘的那個 哇 這個冰屋 挺有趣的 這個自然生成的 為什麼這裡有棵樹擋著這條路 好 這裡有個普通熔爐 這棵樹是不是要砍掉它 太麻煩了不如砍掉它 阻礙我觀賞這個村莊 直接砍掉它 OK 下一個 噢 雙熔爐設計的一個NPC的屋 非常之厲害 這個是農夫 對了 小蜜蜂綠寶石 其實這些村民都很有用 可以無限生產綠寶石 鹽菜筋那些 沒什麼特別 這裡有一間冰屋 為什麼這裡有一個 樹的砧板 還有讓我發現裡面是有箱的 再看看箱有什麼 嘩 不需要怕沒有東西吃 還有麵包 雪塊就可以不要的 雪塊沒什麼用 雪塊我記得好像是弄雪人用 其他就沒什麼用途 把床子都要弄走 好 製甲絲綠寶石換鐵製的裝 OK 這個高爐我沒記錯好像是 好像是燒礦物用 有機會我都可以拿走 因為這個爐我不太懂怎麼弄 可能要看這個教學 合成才知道 這間是 升級裝備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NPC的工作台之類的東西 可以 升級裝備 就是升級裝備 還有給它就職 換其他不同的裝備 換其他不同的道具才對 這個是神職人員 這個好像是神職人員 沒有記錯 哇 這些書其實我都很想拿走 不是開玩笑 究竟這些甘蔗做什麼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雪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看 一硬一忽有很多雪 好麻煩 真的好麻煩 不是開玩笑 這些 為什麼沒有什麼 沒有小物那個 稻草 沒有稻草 為什麼走那麼久 有什麼 藍兵 甜菜種子 可以拿甜菜種子 因為比較少見 銅這些可以扔劑 銅這些沒什麼用 銅這些可以留下來的 銅圓礦就沒什麼用 這個 這個好像不知道是什麼制圖 還是什麼 就是給NPC就職的一個工作台 當你放了那個工作台 他就會就職成為那個職業 就會有更多可以交換的選擇 這個木桶 OK 沒什麼特別 這個就 這個就已經拿了 沒什麼特別 沒有稻草 還是這些雪地的村莊是沒有稻草的 還是藏在這裡 不是 這個是 這個也是 這個應該是薯仔 蘿蔔 搶斷一番 我 搶你的東西 正常他會撿起 因為他是農夫 負責 負責住村莊 的糧食 他就會不斷不斷種東西 所以遲些如果做自動化龍場 其實他們是可以 請他們來做的 嗯 這個是鐵 這個是製鐵 是不是 沒錯 橡木樹 馬鞍 OK 馬鞍有用 鐵莊 做一步發現我就不用弄了 鐵莊 還有這麼多鐵莊 這些樹苗可能有些用 鵝卵石丟下 鵝卵石沒什麼用 周圍都是 花光藍丟下 OK 花光藍這些沒什麼用 OK 鵝卵石這個 先帶一套 這是什麼 解除虎魔 有這樣的東西 嗯 不過我身上有太多雜物了 現在都 不過可以帶走 可以帶走 扔下銅 這些銅沒什麼用 銅太常見 這個叫什麼名字 沙輪 OK 這個叫沙輪的東西 怎麼這麼結石啊 喂 怎麼了 聽到好像有人打鐘 這間是 祭箭師 木棒可以轉成綠寶石嗎 OK的 如果是這樣 嘩 白鬼死了 老友 我跟他換一下 木棒 好 難得來到村莊 當然要跟你交換一下 反正都是 我不如交換多次 喂 在哪裡啊 還沒搞定 等他升什麼 看看他會給我什麼 等他升級 六寶石可以換弓 弓 弓沒什麼用 我朋友 OK 沒什麼特別 對 沒什麼特別 看看其他有沒有什麼 好東西拿走 這個哥哥路 其實我想拿走 現在拿不到 太多東西 全部轉成 這個沒有火把 小物種子丟 沒什麼意思 小物種子 周界都是 基本上不需要特地留 這些就 幫他拿走一些 OK 這個也是 幫他拿走一些 OK 搞定 那些薯仔有六十個 基本上不用再怕 不夠的食物 床其實也要拿走 不如不要這些鐵裝 鐵裝 鐵裝這些 遲早都是大量生產的東西 這個是可以換的 這個是那個 屋裡的NPC 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似乎是可以去到 另一個 另一個草原的地方 因為我都和大家說過 我這個 的 據點呢 我希望建在一些草原的地方 而不是雪地 對 或者沙漠 沙漠都不一般 草原比較適合 因為沙漠其實 感覺上 感覺上很多 那個景觀 不太漂亮 草原 一些湖中心 是我想建的 據點的地方 對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可以去到 還有我身上 有一個 狼盆 這個狼盆是指向我出生地的 所以 稍後有機會再回到出生地 做一個座標等等 然後 可能那裡會作為一些中轉站等等 這個狼盆 這個狼盆 這個地方就已經似是草原了 似是草原了 但是當然 他還有結冰的話 就不是草原 狼 我是暫時完全不熟悉的 對 因為 都是不太熟悉的東西 我玩的時候是沒有新增 就是 我是不知道這個 所以對於他的生態 都是一無所知 這個就 帶一個南瓜 全部拿了 南瓜 遲些可以用來做 這個南瓜的農場 都有用的 至於南瓜有什麼實際用途 想想一下 南瓜的實際用途 應該是 雪人 雪人 和 鐵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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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南瓜 我都不太記得了 好 來到這裡 有些果莓 對 果莓 不要賤 賤這些其實 嘩 其實也不是很有用 嘩 還是會痛 嘩 好痛 我會刺下來 喂 嘩 超痛 好痛 這些東西 不會刺到我 哈哈 OK 甜妹 OK 吃過甜妹 我們有繼續我們的旅程 啊 上面有一個村莊 這個村莊依然是雪地 不過 就是一個雪地的村莊 我們再看一看一看 其實說實話 新版本的Minecraft 村莊是非常之容易發現的 對 比起以前呢 以前真的很難很難去到 嘩 這裡又有一個村莊 這裡有一個村莊 這裡有一個村莊連起來 睡個覺 既然是這樣 居然是在外面 既然是在那裡 我殺了她 這裡 也不夠我打 因為這些 龐魔攻箭手 在我滿血的情況下 絕對不會贏到我 OK 我們一樣睡覺,然後就去看看這個村莊有什麼特別 下次有空可以回來看看 又有麵包,這些應該沒什麼特別 好,繼續去搜尋一下 這裡好像是尾房來的,這間尾房 這個可以這樣上去,然後來到這裡 三門,三門,三門 好,還有薯仔,還有一堆田會 沒什麼特別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這樣上來 這個是一個商門口設計 蠻有趣的商門口 這個火是陷阱 這裡有殭屍住 鐵巨人也有 鐵巨人也有 就是說這個地方也有很多人口 因為他有鐵巨人 那邊有鐵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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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人口也相當多 因為有鐵巨人 那邊有鐵巨人 有鐵巨人 基本上有鐵巨人 這裡是不是有得上 對,這裡還有得上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這條路 這條路 有得上 那邊還有 那我們既然是這樣 沿著這條河流上去 OK 這些是什麼樹 不知道 對於我 對於這些都是很陌生的東西 有貓 但是我們還沒有 沒有魚 這裡又有鐵巨人 有個營火 這裡有一堆 無就職的 無業遊民 這裡不是有間屋嗎?沒有啊!這裡沒有屋的 這裡只是一個...類似村莊的入口 或者是一個村莊的中心點 因為有個井在這裡 這裡下面還有沒有東西呢? 這是什麼果實呢? 又是有這樣的果實呢? 先看看... 這個... 螢光妹啊? 可以吃的 可以種嗎? 可以種嗎? 既然有機會的話再種呢? 這些就收起來吧 這裡還有空嗎? 這個村莊也很有趣啊 這個村莊連接山頂位 然後地下的平地 然後這裡又有一個村莊位? 還是不是啊? 有沒有屋嗎?這裡沒有屋 這條路來的 好啦我發現了 我又見到另一個村莊了大家 又見到另一個村莊了各位 是不是村莊來的? 地板啊 村莊啊這裡 這樣的路 是村莊這裡 這裡還可以挖進去住 其實老實說 對啊 這裡還可以挖進去住 挺有趣 好啦既然是這樣 我們有看看 這個切石機 可以切割一些石頭 可以做不同的裝飾 切完石 這個就... 林瓜種子 這個木很特別 基本上它有的我都有 這裡 村民小朋友 薯仔也是沒有特別 又是... 又是我有的東西了 已經 這個規模就小一點了 這個村莊 這個村莊沒有了 這麼多小朋友的村莊 不是啊 這麼大呢 又... 很大啊 這個村莊 今集我只找村莊都找了幾個 今集我找了三個村莊 但是... 不多收穫 可能第一個收穫多一點 南瓜批 南瓜批就吃了 幫你 這個... 這個不要呢 OK 下一個地方 這個 這個 這麼高啊 這個像是遙望塔 還是神職人員 哇 神經病 讓造台 然後裡面有些野莓是什麼 印象中記得這個好像是... 遙望塔 還是神教堂 讓造台這個要拿走 讓造台都算稀有 因為... 因為要下去地獄 找... 煉炎棒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 行為 對於我來說 可能其他人就不是了 為什麼還是這個地形啊 我找了很久都還沒穿過這個冰村嗎 這個冰山還沒過到嗎 我已經跑了很久了 真的 距離我出生點應該真的超遠 不是喔 這個是向著出生點 那不應該向著出生點 應該背向著出生點 那就會越來越遙遠了 OK 這裡 其實還算是... 欸!這裡我看到海了 這裡看到海了 各位 有海的地方 有白樺木的地方 就是我想住的地方 各位 我就是想住這些了 看看 咦? 那裡是爛船喔 不過爛船... 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些很特別的東西 沒有海豚 這個地方 下面有熔岩 那些是什麼石 熔岩石 忘了叫什麼石 過來看看 Cripper 那邊 很多怪在那邊等著我 OK 我們過去看看那個沉船究竟有什麼寶藏等著我們 海龜 這座沉船 是沉在旁邊 沉在沙島旁邊 挺有趣的 有藏寶圖 藏寶圖 藏寶圖也很有用的 書的話呢 不太好 羽毛沒什麼用的 我們把泥土放下 藏寶圖 鑲上身 沙放下 紙... 紙都可能有用的 但我好像沒有位的 那我就想吃 OK 行 我旁邊看 尖刺頭盔 尖刺頭盔 不用了 尖刺頭盔 馬鈴薯 還有什麼 可疑的燉湯 火藥 沒特別 走得 看完這邊 還有沒有地方是還沒拿的 有沒有東西還沒拿 哇 很多綠寶石 很多青金石 鐵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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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搜尿完之後 我們可以在這間屋裡睡覺 其實這個地形也不可以很適合它建屋 因為... 嗯... 始終一般 可能要各個一邊 OK 想好了 各個這邊 就... 這裡太多沙 本身太多沙的地方 我覺得也不算太美 嘩... 在這個地方這麼遠 好 這個地方其實也適合了 這個地方也適合了 這個地方也適合了 這塊地 這塊地我覺得已經OK了 其實 又近海 然後這裡又近雪山 這裡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樹 其實已經都近著雪山 這些地方應該是雪山 然後這裡有一點點橡木 但是它沒有白樺木 嗯... 既然是這樣我們再找一下有沒有白樺木 對了有白樺有橡木 OK 不過這個沙漠就不行了 我要近一點點草原 嗯... 這裡就太低不行 有沒有近著動物的 有動物 有大海 就OK了 欸! 羊 這裡OK 這裡還有峽谷 OK的 其實 不差 有雞 有羊 有牛 是差豬 但是豬其實不大用途 啊... 羊 還有牛 羊、牛、雞 這三樣是最大價值的 我覺得 動物來說 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住在沿著這個河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也OK 不錯 不過是不是要把它鏟平一點點 對 可能鏟平一點點會好一點 這裡 這裡就作為我們的據點了 各位 我們先弄個工作台放在地上 先弄些... 箱 然後放進去... 一些物資 不然我身上都爆了 還有一會兒弄張床 去... 弄個重生點 啊...其實也不用了 因為死了就是死了 不需要重生了 已經 所以沒什麼所謂 這裡先弄三條橙木 然後儲物箱 OK... 重要的東西都放進去 高爐這些都放進去 高爐好像是用來弄食物的 如果沒有記錯 試試看 還是弄抗物 啊...好像是抗物 好似是 那今集跨入了很大片的冰村地帶 來到這個草原地帶 那基本上呢 這裡就會作為我的據點 而建一間屋 或者是建一個... 各式各樣的農場等等之類的建築 下集回來呢 就會繼續建這個建築 也都看一下有什麼挖礦的地方 再和大家分享 好...那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